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了 忽然正在说话的南笼侯声音一顿抬头向远处望去 其他几个人也下意识的随之看去 微微的有些凝重 别忘了这里可是木兰草原 不但是他们这些分散的修士在此聚集 也可能是什么法式路过这里 只见从远处的天空中光滑闪动 一道黑光两道血团直接向这里飞射而来 南笼侯又凝望了一会儿 神色镇定了下来 没事 是王道友及其两个晚辈 南笼侯展颜一笑 其他人一听这话也脸色放松了下来 果然过了片刻之后 那几道光滑飞尽的一些真是王天谷及王缠三人 这一次呢 南笼侯没有迟疑的直接扯去了空中的进去 王天谷等人落到了韩丽等人所在的山丘之上 诶 韩道友竟然比我等来的还要早 真是大出王某的意外啊 王天谷一见韩丽也站在几人中间 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色 看来这位鬼灵门的修士 同样也看见了御风车去追韩丽的情形 说不定当时还幸灾乐祸了好一阵呢 侥幸而已 倒是王道友带着两名后辈还能毫发无损 才让在下佩服得很呢 韩丽目光一扫 王天谷身旁的王长二人不紧不慢的回答 或有一丝深意的样子 至于王某三人的法事顿速并不算快 我和两位晚辈联手施展门中顿速 很轻易的就甩掉了对方 怎么能和驾驭一风车的法事相比呢 王天谷似乎不以为意的回答 哈利听了这话 心里边冷笑一声 正想再开口说什么的时候 忽然脸色一变 闭口不言了 啊 一游道友也来了 看来我们的运气还真不错 都哀然的赶到了这里 先前我还在想 若是破禁之人突然少了一两个助力的话 能否还能破除禁止呢 南龙侯再次抬头望向天空 满脸洗色 众人文言也不禁露出欢笑 若是真因为少了一个人而无法取宝的话 这些人自然同样的郁闷非常啊 不对 游道友好像是有人在追赶 还有点狼狈的样子 原本不发一言 独自站在一边的白山老者忽然郑重的说道 一听这话 哈利等人都大吃一惊 急忙忘去 只见远处的天边 果真前面有一白红狂奔而来 后面则是一绿一红 两片霞光是紧追不舍呀 转眼之间 他们就到了南龙侯等人所处的小丘之上 南龙侯的神色 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看来游道友遇到了麻烦了 不过只有两名法师出现 好吧 大家一起出手 南龙侯果断的说道 随后身形化为了一团金芒升天而起 其余之人互相看了一眼之后 没有意义的也纷纷现身 顿时八道颜色各异的光滑 从山丘上升起 并急忙迎向了前面落逃而来的白红 原来奔向这里的白红一见此情景 顿速立刻又快了三分 转眼之间呢 就到了寒丽等人面前 光滑一脸露出了优秀式 脸色有些发白 一看就是损伤了一些元气啊 多谢各位道友前来接应 幽某感激不见 这修士双手一抱拳 脸上焦虑的神色消失不见 非常感激的说道 好说好说 道友没事吧 不过怎么会有两名法师在后面追寻道友啊 哎 我记得原来只有一个人吗 南龙侯同样停下了顿光 现出身形漂浮在空中 看似非常关心的问道 没事 只不过先和后面一人争斗了大半天 对方呢 又来了帮手 我只好带着他们兜了两天两夜 这元气损耗了一点啊 冷面修士是苦笑一声 有点无奈啊 这就难怪 倒有一路而逃了 同时 面对两名同杰法师 我们中 除了南龙道友和云道友之外 其他人遇见了 同样只能暂避锋芒啊 不过 追道友的这两个人 修为神通暂且不说 胆子真大得很啊 到现在竟还没有退去的意思 难道真想一卵击石不成 其实 这个时候不用他说 其他人自然都看到了 对面的两名法师 一见韩利等人现身 虽然远远的停了下来 却没有马上逃走 而在原地冷冷的观察着他们 但是同样的 那两人的形貌 在韩利等人的强大神识下 也看得一清二楚 一名面色金黄 头戴雨冠 身穿麻袍 一名是相貌争鸣 一身绿衫 这都是原英初期的法式 南龙侯见词冷哼一声 朝对面冷冷的说道 两位道友到现在还不肯离开 难道真让我等出手不成 两位就不怕一不小心在此行神俱灭了 南龙侯的话里面可是充满了威胁之意啊 好大的口气 虽然我们两个人不是你们的对手 但若说能灭掉我们 您这话也未免太大了一些 我们两个人又不会动手硬拼 只要拖延半天的时间 你们以为还真的能有机会离开这里吗 倒不如现在就乖乖的束手背擒得好 说不定本上师还能让你们转世投胎 麻官的法式两眼一翻 尖刻异常的回答 拖延半天 你们以为我们这些人啊 都是你本你也都不成 南龙侯怒急返笑 与此同时 他身上金光药木 让人几乎不敢直视 也许不能 也许可以 因为如此多高洁修士到木兰草原来 我等身为主人 总要好好地招待一番的吧 另一名绿山法士 则面无表情地说道 哈 看来你们两个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云修 动手吧 南龙侯脸色一沉 扭头对白山老者淡淡说道 但是白山老者文言 脸上却露出了一丝无奈之色 原本想在办正事前 少消耗一些法力的 他也不能就让这二人 跟在我们后面一直坠着 唉 也只有动手了 老者轻叹一声 一说完此话 他一张口 一面银色巨轮 从口中喷出 此轮拳头大小 金光刺射 在胸前 树齿前 缓缓地转动着 对面的两个法师剑子 立刻身形后退了一些 周身光滑 大仗 一脸戒备地望着老者 而南龙侯 不发一言 大笑一甩 一口金色飞剑 就从袖中飞出 韩丽等人 也默不作声地提起法力 身形缓缓地向前移动 就在这个时候 对面二人背后的远处天空 忽然是红光闪动 接着一道火光 游远极近地飞射而来 那原来正想动手的南龙侯等人一愣啊 手上动作不禁停了下来 这两名法师自然也发现了身后的异状 但其中的麻关法师 神色如常地冲了火光一招手 结果红光在其头顶仗许处一个盘旋 稳稳地坠入他的手中 然后暴卫开来 一团火焰在此人手心处熊熊燃烧起来 这竟是一张不知道从何处飞来的传音符 什么 麻关法师只用神识飞快地查干了一下 就惊呼地叫出了声 即使隔着数百丈远 南龙侯等人还是能清楚地 看到他脸上的惊讶之色 此人忽然已经扭头 嘴唇微动地向一旁的绿山法师传音了起来 那面目猙獰的法师只听了几句 脸色一变同样嘀呼一声 接下来 这两个人仔仔细细地瞅了众修士几眼 目光最后落到了谁的身上呢 还能有谁啊 韩丽的身上呗 两人的脸色全凝重了起来 韩丽神色如常 但是心里边却隐隐地猜到了什么 多半是有关木性老者被自己重伤 只有原因得逃之事 这二人难道和那老者关系非浅吗 韩丽不动声色地思量着 两个法师却狠狠地瞪了韩丽一眼之后 两个人互望了起来 并脸露犹豫之色 又低声传音了两句 两个人身上光滑一起 二话不说 化为了红绿两道长红 向来路飞顿而回 这一下子 南龙侯等人是一愣啊 但是犹豫了一下 也没有人去追 结果眨眼之间 这俩家伙啊 就化为了两个光点 最终从天边消失不见了 韩道友 那两个人似乎对你很在意啊 你以前认的这两名法师吗 王天谷这个时候似笑非笑 在一旁 不知道是何用意的 忽然问道 不认识 在下是第一次来木兰草原 怎么会认得那两个人呢 韩丽毫无犹豫地回答 神情平静 南龙侯听了这话 眉头皱了皱 但马上舒展开来 好了好了 不管那两名法师是怎么回事 我看我们还是离开这里 去解开禁制 好快点拿到宝物啊 各位道友 咱们可别忘了 这里是谁的地盘 这里是木兰人的地方 我们可不能久待的呀 南龙侯没有对刚才的事情 多加询问 反而若无其事地说道 王天谷见南龙侯都如此说了 立刻闭嘴不言 其他几个人 虽然同样的有点不解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看那两名法师的样子 好像和韩丽结下了什么仇怨似的 他们这几个人 谁愿意多管这种闲事啊 于是在南龙侯和白山老者的带领之下 几个人化为了几道动光 迅速地离开了此地 沿着草原边缘处 一路向西而去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光秃秃的小石山跟前 此山只有数百丈高 寸草不生 上面全都是灰白色的巨大山石 见到此山的时候 韩丽等人都面露惊讶之色 那苍穹上人的洞府 不会就在这个不起眼的石山中吧 仔细观察一下这里 临去匮乏 若不是南龙侯领路 他们还真是说什么也找不到此地的 好了 就是这里了 我和云道友先打开外层的进制 几位道友可要更好了哟 南龙侯 凝重地冲含了几个人 叮嘱说道 然后呢 就和白山老者并肩向前一步 面对着此山 怀里边 掏出了一面小旗出来 这小旗 都是数寸大小 一个个绿色闪闪 晶莹异常 一个黄一片 引有符文飘动 一看 甭问那就不是平凡之物 看到南龙侯这样的举动 韩丽等人不由得 屏住了呼吸 凝神细看二人施法 就见两个人念念有词 低沉的咒语声 不慌不忙的 从两个人嘴中连绵发出 同时呢 两个人小旗也开始闪烁发光 并渐渐地开始自行抖动起来 一副要脱手飞走的样子 去 几乎在同一刹那 南龙侯和白山老者一撒手 手中的小旗脱手射出 光滑一闪之后 小旗一溜烟地 没入石山表面的某块山石中 不见了踪迹 片刻之后一切如常 什么动静也没有 韩丽等人脸上不约而同地 生起了一丝疑惑之色 那老妇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正想开口要问些什么的时候 脚下的地面忽然间 微微地颤动了起来 让大部分人都是身形一晃 差点就是站立不稳的 在脚下大地剧烈的颤动中 小石山从山峰顶部到山底之间 竖直地裂开了一条细细的裂缝 从中射出了柔和的白光 这石山竟真要从中间一分两半的劈开似的 韩丽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对南龙侯二人开山劈时的神通 大声忌惮之心 但震惊之余 他们表面上倒也神色不慌 个个如常地望着眼前的一幕 但是心里边到底如何想的就只有天知道了 几人中修为最低的是王缠和燕如烟 脸色发白 呆呆地站在王天谷身后 漠然不语 韩丽冷冷地望向两人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 看来在取宝出来之前 没有机会对那王缠下手了 南龙侯和白山老者的咒语声 一刻也没有停下 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 石山终于一分为二 裂开了一道宽约十余丈的巨大的裂缝 而在裂缝之中 一条直通地下的青石台阶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走吧 白山老者脸上闪出了一丝兴奋的简短招呼 就带头走了进去 作为发起人的南龙侯 反而微微一笑 落在其后 见到这个情形 韩丽心里边就是一动啊 看来这白山老者有些不简单啊 到了这里 近似连南龙侯都要以其为马首是瞻的样子 其他几个人似乎也看出了什么 互相看了几眼 却个个儿老奸俱华的没人说起此事 反而呢 神色不变的跟了进去 阶体很长 两侧镶嵌着白色的月光石 但是越往下走 显得越阴寒起来 不久之后 一行人深入到了石山下 深约百丈的地方 月光石放出的不再是淡淡的白光 竟不知道为什么转换成了忧虑之色 让通道显得有些阴暗不明 充满了阴森诡异的感觉 见到这个情景 寒厉眉头微皱 下意识的和前面的黑脸修饰 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以保证有什么意外发生的时候 他自己可以有时间反应啊 别忘了 这是在修仙界 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什么时候你都应该立刻做出反应 其实何止是寒厉啊 除了南龙侯和白山老者 其他老怪物也都明智的做出了同样的举动 这一行几个人啊 竟将距离拉开了十余丈之长 看来每个人对此次的探宝之旅 都是充满了恐惧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怀疑人修仙传》第411回 《怀疑人修仙传》第411回